医学权威期刊最新研究指出 新冠肺炎病毒可能会使患者的认知能力大幅下降 对于染疫者症状较严重 影响尤其甚大 智力下降程度甚至大于中风与学习障碍人士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刊登于医学权威期刊刺隔针 复刊易临床医学的研究发现 新冠患者认知能力表现不佳的程度 也与新冠病情严重程度有关 曾经住院并使用呼吸器的受试者 认知能力不足的情况最严重 相当于智商分数下降7分 下降程度至于大脑中风与学习障碍人士 由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认知与 临床神经影像学副教授韩普夏领导的团队 分析了81337名受试者的数据 受试者皆在2020年1月至12月间完成智力测验 在所有样本中 多达12,689人曾染疫 病情严重程度割异 在控制年龄 性别 惯用手 母语 交易水平等变因后 研究人员发现 曾罹患新冠的受试者 智力测验表现要比未曾染疫者差 尤其是在需要推理 规划与解决问题的测验项目上 曾染疫者与未曾染疫者的表现差别特别大 这项研究报告指出 患者可能会出现脑雾症状的情况吻合 出现脑雾症状者通常会有注意力与记忆力相关的问题 尽管研究中只有275名受试者在染疫前后接进行智力测验 但该研究采用横断面分析 让研究人员可控制包括原有疾病等各式各样潜在的变化 限制则在于不知道观察到的认知 与新冠肺炎关联性的机械性基础 也不清楚新冠对认知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然而 由于病毒可能影响认知 必须格外小心 建议人们不要冒不必要的染疫风险 并且尽快接种疫苗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 文 hace货更新攻击 确实谷 在观察 浩子 国喸